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交了 傅胖達跟吳柏毅這兩個壞朋友 其實我們中央指揮中心 竟然把肥胖列入一個 第九類優先疫苗注射的對象 第九類不是老弱婦孺嗎 我們的天后瑪利亞凱莉 我們可以看到她說 有一陣子在爆胖之後 最近她是瘦下來 而且瘦下來可以去開演唱會 沒錯 嗨 大家好 我是北台灣漢女舉授徐冠埃醫師 今天五分鐘急診室很高興 邀請到我們一個特別嘉賓 嗨 大家好 我是南台灣減重好周到的 宋天周醫師 今天很開心來到這邊 為大家分享肥胖這個重要議題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交了那個富胖達 跟吳柏毅這兩個壞朋友 而且在疫情的時候呢 宅在家也沒辦法做什麼運動 所以體重自然就越來越上升了 最近如果你有看新聞的話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我們中央指揮中心 竟然把肥胖列入一個 第九類優先疫苗注射的對象 第九類不是老弱婦孺嗎 根據國外或者是國內的疫情資料顯示 肥胖一直都是感染COVID-19之後 重症跟死亡的一個重要的危險因子 原來如此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做體重管理 我們常會講說方塊人 你知道什麼叫方塊人嗎 方塊人喔 這是體重身高一樣喔 沒錯 這是身高150 體重150公斤 所以呢 它整個看起來就像一個方塊一樣 當體重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對身體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危害 那最重要想請教一下 什麼是肥胖 當你的BMI是18到23的時候 恭喜你 你是屬於一個正常的一個體重範圍裡面 那個在東方人來說 當你的BMI超過23的時候 事實上你已經開始佈入一個過重的一個階級裡面 當你要超過25、27、27.5以上的時候 其實開始就會佈入一個肥胖 肥胖會合併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喔 譬如說糖尿病啦 高血壓啦 高血脂啦 尤其睡眠呼吸中止 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或者甚至是心臟病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 是不是常常就是一個年輕族群 猝死的一個主要原因 所以我們當然我們去看一些年輕族群 猝死的這個案例的時候 或者是說我們看看現在最流行COVID-19 一些死亡病例 年輕死亡病例的時候 你都可以發現一個高峰點 是什麼呢 肥胖 全台灣的癌症第一名大腸癌 跟肥胖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有關係 其實肥胖 越肥胖的人他一患大腸癌的比例 都是差不多 是在正常體重的人大概兩倍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比如說BMI多少以上適合什麼樣的治療 我們在說要怎麼控制體重 其實最好的方式就是 控制飲食加行為模式的改變 當你的體重越來越重的時候 24到27可能比正常體重多了 在5公斤8公斤的時候呢 那怎麼辦呢 那自己控制也控制不下 那這時候可以考慮用一些 藥物來做輔助 現在我們有很多一些 減重的一些藥物包括針劑這些 都可以幫助我們去做一個體重的控制 當你的體重 BMI超過27以上 而且這時候如果 假設你一些代謝性的疾病出來 三高跑出來 尤其是糖尿病的時候 那除了一個 行為模式改變 隱私控制 再加上藥物之外 如果這些還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要好好慎重的考慮 用手術的方式去做一個體重的控制 事實上現在在做的減重手術 大致上是兩種比較多的 第一個就是 就是胃縮小的手術 第二個就是胃道道手術 那胃縮小手術是什麼 胃縮小手術是我們把 胃切除掉一個70%左右 70%到80%左右的胃 也就是說把這個胃切成一個 相交的形狀 然後用來縮小整個胃的容量 讓我們吃的變少 這個手術呢 事實上可以讓你減輕你的體重 大概在半年到一年裡面 減輕你的體重 大概在30%到35%左右 另外一種手術呢 就是胃縮道道手術 胃縮道道手術是說 我們把胃做一個小的隔間 然後利用小腸來做另外一個新的通道 那這個手術的特點是什麼呢 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限制你吃的食物的量 第二個就是說 讓你吃進去的食物減少吸收 所以用這樣子來達到你控制體重的效果 那它的效果大致上在一年裡面 可以受大概35%左右 那這兩種手術各有什麼好壞數呢 其實胃縮小手術它的優點 就非常清楚 就是說 現在目前台灣主流的手術 大概就是胃縮小手術 大概占整個台灣所有的減輕手術 大概70%左右 那它的手術的優點就是手術時間比較短 它的缺點是說 因為我們胃是一個有彈性的囊狀組織 事實上在三五年之後 其實你的胃的彈性恢復的時候 你的食量會變大 所以它會相對比較容易會負胖 但是也放心 比較不會負胖到原來的體重 那第二種就是說胃縮到手術 胃縮到手術 其實它的優點就是說 對於一個代謝性的疾病來說 比如說糖尿病啊高血脂這些問題 其實胃縮到手術它的有一個很重要的效果 就是說它可以減少糖類跟油脂的吸收 其實我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 就是跟我們的那個天后 瑪利亞凱莉 我們可以看到她說 有一陣子在爆胖之後 最近她是瘦下來 瘦下來可以去開演唱會 沒錯 她其實也是接受了減重手術 據我們所知她大致上 應該是接受一個 所謂的手術 那這樣的話 你說手術 那到底要去找哪些醫師來做 那到底在台灣有沒有所謂的減重外科醫師 其實我們開始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認證 認證包括說 包括一些代謝手術 醫師的認證 還有一個醫療場所的認證 我們可以去認證說 這個是一個專業的減重代謝手術的中心 包括是一個團隊 那不只是一個醫師 醫師我們要認證她手術的能力 做一些肥胖治療的能力 所以呢 我們在國內其實是一個 減重代謝外科專科醫師的 所以治療肥胖是找回我們身體健康的 重要的一個治療方式 而瘦下來呢 當然是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方式 會有所不一樣 各位喜歡我們的內容的話 請歡迎幫我們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減重的問題 也歡迎你到底下留言 那我們會盡量回覆你 那我們下一次當週廚房再見 拜拜